各位好 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 无比的爱 一个主日的晚崇拜中 牧师宣布说 今天晚上 我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客人 要介绍给大家 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帮助 我也不会有今天 他就是我以前的牧师 在前台的座位上 有位老先生站起来 缓缓地走上了讲台 这位老牧师说 他有一个故事 要告诉给大家 他说 从前有一位父亲 带着他青少年的儿子 和他儿子的同伴 一起去乘帆船 不知不觉聊天的当中 帆船使得离港很远 后来天气突然的变坏 他们就拼命地 想把船使回 但是居然兴起的暴风 又快又急 把浪吹得很高 船很难控制 就是有经验的父亲 也无法控制那只船 最后 船终于请父 三个人都落在海里 那父亲 随手抓住了一个救生圈 一刹那间 在他的脑中 有个很重要的决定 他要把那个救生圈 丢向他的儿子 还是他儿子的朋友 他突然想到 他儿子已经是基督徒 随时都准备好 可以去见天父 但是他的朋友还不舍 所以他就用力地 把那个救生圈 直向他那个少年 并且对他的儿子 喊着说 儿啊 我爱你 等一下 我来救你 可是等到 他把那少年人 拖到帆船上后 他再去找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 已经被无情的海浪 灭了 再也无法找到 老牧师停顿了一会儿 又继续地说 同样 天父也是这样的爱我们 他不愿意 看见他的儿子的朋友们 落入到永远的沉沦中 所以他宁肯牺牲 他的儿子 耶稣 基督 使我们可以得救 主耶稣 他对你 他对你灵魂 他对你灵魂 爱之拯救 聚会以后 有个青年人 来向这位老牧师 致谢 并且表示 他的故事 非常地感恩 但是他怀疑地说 他说 我很难相信 真的会有这样的父亲 肯牺牲自己的儿子 为了让另外一个孩子得救 而成为基督 这个老牧师就回答说 不错 的确是很难的事 但是 我可以完全体会到 天父的痛苦 因为我就是那位父亲 你们的牧师 就是那位我救起来的年轻人 愿神帮助我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